佛教用這樣子的觀點去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你在這個人世間 你總是碰到有一些人 你沒有辦法去抵抗他 沒有辦法去拒絕他 我們常碰到那種來算命的客人說 啊就他明知道他老公會打他 我們就說那你就離開 分不掉 很少說我分不掉 老師好大家好我是周一王小凡 嗨我是大根 老師我們今天聊什麼 聊你學一小段時間走速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抖述博大精深 然後比我想像中的難太多了 然後老師上課講話蠻好笑的 對 好玩喔 還不錯但是有點燒腦 就是人生本來就是燒腦的東西啊 沒有啊人生可以像我這種天童的 就完全不燒腦 每天在那裡就是你知道 懶散也是可以過得很好啊 不是每個人想得這麼好命啊 我每天碰到一些那個 來找我們覺得他很倒霉的 我覺得我覺得就是 當時會想要學就是因為想要了解 自己人生的地圖 然後可以去疾避兇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確實是你了解的越多 就是可以掌握的越多啦 那我想問老師就是 像常常會聽到人家講說 什麼冤親債主來找你的時候你就特別衰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真的有冤親債主這種東西嗎 那我們在命盤上面是有跡象會顯示出來的嗎 冤親債主這種講法 來自於佛教的因果跟輪迴的說法 就是說我上輩子欠了誰的債 對 然後他就來找我一號 這是債主的部分 對 那冤親的部分呢就是說 就是說你們曾經有什麼親屬或是血緣上的關係 但是呢那關係沒有出一號 回溯前世今生的時候就會說 你現在的家人其實上輩子也是你的 周遭的也可能是家人 所以他們其實是原情 對 以宗教的觀點來講法 就是說這輩子成為你家人的人 對 基本上啊 他都會是你前世的祖先 然後這輩子投胎來當你的家人 對 那你們可能有一些糾葛 佛教用這樣子的觀點去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你在這個人世間呢 你總是碰到有一些人 你沒有辦法去抵抗他 對 沒有辦法去拒絕他 對 我們常碰到那種 來算命的客人說 啊 就他明知道他老公會打他 對 我們就說那你就離開 分不掉 啊何曉我分不掉 一些比較偏宗教的老師 對 團體他就告訴你說 哎你這個是前世欠他的債 嗯 然後你是那個 這次你的怨心載助 所以你這輩子再還掉就好了 他用這樣的方法去解釋這件事情 他用這樣的方法去解釋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這種我都會告訴他說 沒有啦 你就是 就是不要啊 啊不是啊 那他都已經這輩子來找你了 然後你這輩子就說 啊算了不要 啊那下輩子又來了 你就沒還掉啊 欸 你剛剛就問到一個關鍵點 我們在談怨心載助這個事情的時候 嗯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區塊 我自己本身啊 的宗教信仰是偏佛教的 所以我相信英國輪迴 嗯 那我也常提倡說 整個斗數他談的啊 是佛教的觀念跟體系 所以呢 這種 英國輪迴而存在的 然後彼此之間呢 需要去彌補自己曾經 做的一些事情 對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常在提的 所以 嗯 斗數盤上面啊 你其實可以看得到 前世今生的狀況 這當然是對的 但是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單純的 你自己的問題 你不希望自己改變 你就把問題推給 別人 推給別人 所以那是怨心載助 所以他其實我們要分成兩個區塊來談他 一般 我們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啊 有 其實有絕大絕大多數的部分 嗯 其實是自己心裡的問題 欸我記得我們在之前有 錄過說那種 那種什麼 這蓋子 對 這蓋 那一集我們就有談到說 那個 有一類算得準的是說 他看到 他看到你旁邊就跟著一個人 對 然後知道這個人呢 那個可能幾個月之後要你出車禍 對 這類型的他又特別準 對 然後 這種齁 其實就比較接近是 冤親載助的狀況 因為可能是 嗯 你前輩子就必須要還他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冤親載助他有可能 投胎成為一個人 他也有可能 他還是一個 靈體 對 這種是一種 還有他投胎成為一個人的這種的 嗯 這種的啊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說啊 你真的 有辦法把他趕走 那其實 就是你們的關係就到了 也就是說你就是夠了 對不對 否則你就是趕不走 對 很多時候是你沒有真心要趕走的 這也是一種冤親載助的呈現啊 就是你沒有 你自己沒有辦法抵擋的這個力量 對 是吧 他是業力 我很喜歡拿那個我身上的肥肉來講業力這件事 你知道業障跟我的肥肉一樣 容易累積難以消除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可以理解 你有沒有認真去消除 很多時候是你不認真去消除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認真去消除 其實是不是這件事情 你就是在解決你的業力了 好正面喔 你就在解決它啦 哦 而不是說 哎呀反正我就是一胖體質 所以呢 那我就放爛好了 如果說今天 那個所謂的怨心載助 像我一個客人啊 他跟他老公離婚的原因是因為 他被他老公打滿100次 還可以忍到100次 對對對 十點一張卡他幾十張這樣 他打滿100次 好慘 算我們打到壞掉 嗯 他後來他就真的理了 那他的中間他就問了很多老師 對 然後很多老師都跟他講說 啊沒辦法 這個就是你前世前男的載 他來問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現在可以用其他方法還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還呢 你有沒有叫過警察 他一定是有一些什麼原因 例如有可能小孩 或者是可能經濟 或者什麼的原因 導致於他會一直這樣忍受嘛 絕對不是因為他享受這個過程嘛 就是因為他 搞不好他 搞不好他想說 他沒跟你講而已 沒有啦就是 一定是有一個什麼原因在啦 可是真的可以用其他方式還嗎 我的意思是 你知道嗎 這種佛教的觀點 很容易淪落進去一個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那我就是胖啊 那人家 人家那個做一下運動就有六塊肌 我已經做了三個月了 我還是沒六塊肌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你可能需要做一年呢 對不對 我們容易把他淪落 入變成是一個 就是推脫折的一個方法 那他老公一直打 後來我就跟那個客人講說 你要去把他想成說 是因為你前世欠了 當然可以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你叫了警察 然後讓他不再打你了 對 然後你真的自由了 就代表你再還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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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警察也沒辦法阻止他 這才合理啊 如果他真的這麼厲害 警察也沒辦法阻止他 對不對 然後你真的去面對這個事情 順便告訴他 你再打下去 換下輩子我來打你喔 所以很多時候啊 我們很容易把這種 以而傳而聽到的東西 變成是一個推脫的方式 今天你去處理的這個事情 那你說小孩 那你讓小孩子活在這種 這種環境裡面 他會比較好嗎 當然運氣小組他有可能是存在的 可是這個事情呢 不能當成我們推脫責任 而是要把他當成說 我這輩子要去解決的功課 很多人呢 明明他就是很愛那個人啊 他不願意承認說 是因為那個男的床上功夫很好 設立不開 然後把他當成是運氣栽主 等一下可是人真的有這麼多冤情栽主嗎 根本就沒有這麼多吧 應該是說啊 真正可以那種很大的影響的 其實很少 很少吧 他都已經從上輩子 你覺得要這輩子肯定欠很多才有的吧 不然他幹嘛欸 對啊 就很少是這樣子 絕大多數 我們都是欠來欠去嘛 對啊 所以說 那個你一定也曾經在 某時間裡對某人好啊 然後你對某人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佛教會告訴我們要 六根情境 你越不跟人家有接觸 欠的越少 對你產生的就是 這種開源節流的觀念 你知道嗎 這對啦 開源不敢講 相欠再欠比較少一點 對那節流一定要存在 從斗數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用一個話記的觀念 來看這個事情 記是一種空缺嘛 對 那如果說對方的生年 有話記給你的話 那你表示說 他會造成你有所空缺 那你就必須要去 為了他去填補這個空缺 這個就會有點像 欠債的概念 那種他也不是講說 那是小缺錢對不對 夫妻公畫記 對 夫妻公彼子畫記 彼此都畫記這樣 哇真的是很累啊 欠來欠去啊 很累耶 這樣感覺就是蠻糾 就是糾葛 糾葛喔 然後如果夫妻公會有個陀螺之類的 你知道都是這種的啊 打打鬧鬧過一輩子 然後都分不開 好累喔 這樣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他們才是那種會那個啊 長久的是不是 很長久 一起牽手去買艾滋味吹瓜的那種 沒有搞不好一起中風啊 那也不是 一起到中風 在隔壁床還是繼續吵架 所以我們不去談 宗教上面那個所謂的靈的問題的話 命盤上面來講 彼此的廢話話記啊 可以說是一種 因為彼此之間的虧欠 那最好的狀況當然就是彼此都有 我覺得我需要你 你覺得你需要我 那反而會是一個很好的狀況 所以你知道那個 我一個朋友啊 他有很多好朋友 很多好朋友的原因是因為 他曾經生意失敗過 然後跟很多人借錢 然後他也把每個人錢都還完了 還完了 那這是你本人嗎 還完了 是你本人嗎 沒有我是借不到錢的那個 我都跟銀行借 對 那還完了之後呢 這些人都跟他是好朋友 那當然因為他有還啊 對 其實這個就是我要說的 有的時候呢 我們在討論這種彼此欠債的問題啊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他就會反而變成是一個逆增上緣 反而變成是一個建構好緣分的狀況 那如果不行至少你必須要能夠在這輩子很用力去斬斷它 那我想問老師剛剛有講說 斗數盤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前世今生的這種狀態 是要看福德功嗎 對 那你怎麼知道 那你可以在那個盤上面看你上輩子是什麼人嗎 可以 可以 你學費夾得夠多我就這樣 騙人哪有這一段 我覺得沒有 該不會是招生手段吧 學費夾得夠多 每次都講這句 有機會看能不能講這個 好我覺得這個他應該會蠻有興趣的 那個 因為這支影片 如果有一千個人加入我們就講這個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下次見囉 掰掰